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安 開啟自動合成 紅色寒兒 這是一個主教吧,以上的房間 只有三個地精,而且三個地精都拿不同的地精 今天是威風啊 今天是威風啊 要鎖嗎? 等一下,還有3塊 兩個混沌騎士應該還蠻靠譜的 而且兩星混沌騎士有點重要 應該買敵法跟混沌 好像會自動解除鎖定耶 剛剛如果沒看錯的話,他應該自動解除鎖定 三地精,三地精 他還在走騎士 三戰士,三地精 三戰士 要走精靈 好多裝備喔 好多裝備喔 好多裝備 好多裝備 先這樣吧 呵呵呵 神奇盾大豪,不對,騎士盾大豪 呵呵 很變神奇了 我其實現在有點不知道該走哪一個 很小 我的靈魂回到了我的肉體 還有亡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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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五等了吧 前騎這一隻超強的 超強的 對 對 對 鐵木哥 這就是哥的實力 呵呵呵 沒有啦 開玩笑 搞不好應該上兩個 兩個伐木機會比較強 我們來插一個 插一個騎士嗎 拿到兩星 混沌代表我們真的可以走 走騎士了 不然前騎騎士會撐不住 我還想要買幻翅 我還想要買幻翅 這次在太遠 其實有點可惜啦 有點可惜 不過這裡要上三次 感覺有點太難 哈哈哈哈 還是在問我嗎 好像真的在問我 不知道要確定 但是凌晨一點半 有點錯過 這還可以賣 我要買閃電幻魂嗎 還是不要 我看起來 我看起來 我看起來蠻有可能是一個 聚魔騎士的走向 我看起來 這次其實做了很多傷害 我看起來 應該要走聚魔騎士 所以我們需要聚魔戰將 來 聚魔騎士 開了很多 這次做了兩個 完蛋了,這怎麼到這邊來了? 還好啊 這個混沌老爹可以凱瑞我們 這一個人是野怪耶 應該什麼時候不能做 15,16,17,15 16 我們應該要留這兩個,所以應該就這樣 感覺不可能不留啦 所以這裡接下來的走法要嘛就是三龍 不然就是巨魔 但是三龍我們現在八隻還沒有一撇,所以 有一點遙遠 有點遙遠 其實你們或許會以為 這樣子排起來一點用都沒有 可是 告訴你,事實上就是這樣排起來 腦袋會比較清楚 好,我們打到第二名了 不知道打不打贏他 還是純地精喔 純地精可以停發 好像打得贏耶 我們就在瘋狂連勝耶 好憨喔 他突然又買了一堆東西 喔,因為他沒有打贏 他原件29塊 應該好40塊 魔王騎士 應該會把他賣掉啦 然後打輸的話就再把座位優侠賣掉 應該沒有錯過什麼東西吧 沒有 現在還蠻強的 無論如何都會把這個賣掉 因為其實跟龍,離龍有點太遠 你看喔,你不一定打得贏耶 好像打不贏 QQ 他是幾個 他一樣是 志祺耶 我覺得龜舊與運氣不好應該蠻合理的吧 哈哈 要開刷了 我可以上這個對不對 現在就要賣他了嗎 其實我可以先把巨魔賣掉 我可以先賣這兩個 跟這兩個 來 甚至可以講 這個 我們搞不好如果上兩個這個的話 剛上一場會贏的說不定 我們這寶石要給誰啊 都理論上可以放一些CC和人進來 這最小成型是 日齊 加上 一個卓爾 再加上四個 這個 量是多少 我們的願起被保護得很好 8個旗子 8個旗子 8個旗子我們可以上4旗 4巨女魔 8個旗子 8個旗子 當然是賣船哥 8個旗子 這樣好處除了利爪 有可能可以2個星之外 就是我們小路會比較好深一點 我們15輪就50塊了 這字的方向很明確啊 我的靈魂回到了我的肉體 二區 兩塊錢騎值 K 5等的時候拿到兩塊錢騎慢結果 幾乎一個 最高 imposible 大利 死人 。 可是假設你不知道的話, 之所以騎士都擺在後面的原因,是因為騎士盾要兩秒才有機會觸發一次吧。 之類的。 我的靈魂回到了我的人。 恕不擅長運動,你懂的。 神匹黑護甲的騎士。 我差點就錯過這一隻。 全部人都7等了 力量充滿了 全部人都7等還蠻好笑的 這個跟這個可以賣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拿進 法師喔 很讚 其實我們現在離巨魔真的很近 搞不好不用拿三龍的東西 可能不用拿三龍的東西 這個一定要拿啊 這個一定要拿啊 我們先不理他啊 神皮黑護甲的吉時 我們要再 若是4的話要5次啊 我已經有人死了 蠢的隊伍 我一樣能贏 這輪是野怪 我帶著屍骨與魔教到來了 OK 等一下為什麼我會這麼強啊 因為兩個 這個嗎 噢他們都沒有盾 噢他們都沒有盾喔 沒事 屍骨寶石第三顆 這是什麼 某天比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知道竟然這樣子辦是不是了 我的靈魂回到了我的肉體 毒液一陣被脫蕩 哇靠,我打不贏 Q連勝 其實感覺兩個混沌比較強 毒液一陣被脫 毒液一陣被脫 我的靈魂回到了我的肉體 我帶著屍骨,以魔咬和國塔四孔暴盾 死了 我的靈魂回來了 有些靈魂回來了 ,但這一次可以被弄到 尖尬的靈魂回到我的靈魂 。那我已經受見到 我會被弄到 6-7我還需要兩個單位。 也就是10燈。 其實可能可以把他換下來啦。 我就是你眼中的毒瘤。 我就是你眼中的毒瘤。 又是他? 喔!來了! 差還蠻多的。 這人一怪。 沒有人能馴服我。 應該看誰先兩星啊? 他或是巨魔。 我有辦法上三龍巨魔騎士嗎? 感覺理論上不用那麼複雜。 哈哈。 魏塞蒙尼笑郎。 這邊是輔王3C。 啊幹!輸了。 火王3C跟死人魔3C。 哇這超痛。 超痛的。 其實如果這個上去那還會夠好。 可是... 實在要帶太多漢人了。 把他上去了。 巨魔戰將。 好難玩喔。 我不知道要走什麼比較好。 一些妄想怪。 我正在寻找他。 在鳥火。 2011C。 作詞曲。 不用拿。 不怕。 開火了。 配備。 無話。 最好。 各位 Paradise. 現在有兩術師了 干擾其實很好對不對? 干擾其實很好 封爆使者來了 現在這個兩星啦,所以我們可以 待在這樣一下 我們要再找,我們找干擾應該非常好 因為干擾有 煞滿祭司,我都忘了 我們九等應該是上干擾 我不知道還要不要保留三龍選擇,感覺不管怎樣都摔不下才對 是 我去 好嗎? MING 所以我想拿他是... 法師嗎? 我們等一下應該拿一個... 有點太怕ALE了 升級上...這一輪野怪 他可以看到他 他的名字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公司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看起來 我可以對他 最多的 超級真數 等一下有兩把喔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加成就是了 12 20 25 其實可以上 反正是三小 幹得好啊龍奇 剩我跟他PK了 OK 我們太順了還是怎樣 這好像差一件裝 龍鼠裝 因為我已經知道我接著要擺他了 應該說有可能會 哇幹輸了 結果還蠻想擺吸血的 我們贏了 OK 看他好像要死了 這是吸血 我應該擺吸血 他要死了啦 他不可能活下來 呵呵呵 所以我還騙一隻青蛙 我覺得啦 個人潛艦 反正還變出來 他死定了 三星混沌 我沒有可能到 寶蕾伊 寶蕾伊 騎士前騎其實也可以打 不過有兩星混沌很重要 後面其實我們 可以塞三龍進去 只是我後來沒有決定塞三龍啦 然後 可以把 最後可能上吸血比較好 因為 那個 巨魔戰將加吸血其實很好 好 呵呵呵 很讚